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第二集 明天想干嘛 最想如果让你选的话 我就想就是去咖啡厅里喝咖啡 他们俩的口音好像台湾偶像区 是的 你第一天脸红是热吗还是 应该跟热有一点关系吧 然后也是很紧张的 在我们打招呼之前 我就在看你吗 我在想 好像只有一个女生 想得很好看 我觉得你疼得很好 我从很远的时候 看到我都已经这么想 这就是恋爱 我问你个问题 太好了 总算有发糖的恋钟了 你第一天的那封信 你说的烟花是 我们聊的时候的那个烟花呢 我准备了一些些烟花 哪里来的 挺浪漫的 是不是 昨天存起来的 你偷回来的 存起来的 你偷回来的 不要说偷 我没偷 好甜 这一季 我喜欢 这很浪漫 他记住他说的话 他为什么说自己对浪漫过敏 默默记住对方 对 这个就很粗 我就举着就好了 我们拍个直播吧 可以 对 真好 这个来的应该吃这一套 谁都吃这一套好不好 这套一套 烟花没了 这个自拍有一点危险 我的头 你的头弄到了 没事吧 萌萌 头部停下来了 好 好像有点低 这歌配得太好了 我被感动了 对 很大 歌词很大 对 歌词很大 在我们打招呼之前 我就在看里面 好粗 我这句话 好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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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紧张 在我们打招呼之前 我就在想 好像只有一个女生 长得很好看 我从很远的时候 就看到我都已经这么想 哇 那你想语男话吗 会啊会啊 我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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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多见你 每天都见 每天都见 每天都见很多次 哇 我很喜欢很善良的人 然后我觉得你今天都有 我很确定 我还是要写给你 真好 感觉已经进入当时第二集 哈哈哈哈 前周回顾一下他们的恋爱之旅 应该要牵手 对 告白之前最后的约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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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